我记得张家朗比赛的时候 我刚刚和体育学院一帮管理层 一起在电视上收看张家朗的比赛 当然当时见到张家朗 勇奪这个金牌 我们的心情非常之兴奋 也都觉得很自豪 觉得我们体育学院 可以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金牌选手 令到我们觉得非常之兴奋和自豪 在谈及此前 观看香港运动员张家朗 取得回归后奥运手金时的感受 香港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仍然激动不已 她表示 近几年来 香港代表队在国际体坛大放异彩 在多个项目中表现优异 成果丰硕 这不仅令香港体育界和市民感到自豪 也为香港体育事业和社会发展带来正能量 林大辉表示 今年是香港体育学院成立30周年 近年来体育学院发展迅速 目前有33项精英体育项目 约1500名运动员 其中全职运动员550名 此外 她透露特区政府将拨款约10亿元 为学院兴建新设施大楼 为体育人才培养提供更多资源 我们就有非常之一流的先进的运动设备和设施 也都请了很多世界级的教练去培训我们的青少年运动员 而且我们会为他提供餐饮、医疗服务和财政资助 同时我们也都具备了一队很强的运动科学和运动科研的团队 我们也都有心理的辅导 也都有体色能的辅导 正因为这样 近年来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都愿意投身在运动体育发展方面 也有不少希望成为全职运动员 在人才培养方面 除对学员专业运动技能的辅导外 学院也同样注重学员的日常课业 为此与香港多所中学和大专院校签署合作项目 为学员提供学业支援 我们体育学院和香港八所大村大学都签订一个备忘录 就提供一个学习的支援计划给他们的 他们就可以进入这些大学读书 他们读书年期其实可以延长 由四年至到八年不等 当中当然我会提供很多学业上的支援 令我们体院也同一些中学 例如林大辉中学有一个伙伴合作计划 他们早上在学校读书 中午就回到体育学院作行一个全职的训练 他们也在体院里面居住 这些商轨的发展令到他们全心全意 可以发展学业和体育运动事业 今年八月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函 同意广东、香港、澳门 承办2025年第15届全运会 对此林大辉表示 香港体育学院将为2025年全运会成立特别小组 力求针对性的培训运动员 也希望为特区政府承办赛事提供专业意见和服务 面对这个全运会 我们相信我们会成立一个特别的小组 去针对性如何培训我们的运动员 如何提升他们的状态和技术水平 由于今次我们很幸运可以几个地方一起合办这个全运会 我们体育学院一定要为香港特区政府提供一些专业意见 令到他们可以办到这个全运会更加精彩 更加安全 更加简弱 另外我相信我们体育学院也会为内地各省各市的球队 或者是运动员来到香港比赛时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 或者医疗的意见